陳其邁上任即將滿一周年 而剛好碰上了本土疫情爆發 實際訪問市民 普遍認為他防疫措施做得還不錯 另外各黨團也針對陳其邁 這一年的表現大分數 其中國民黨團指出 陳其邁的施政認真 只是領導方面有些躁進 還是勉強給出了60分及格 不過相較於他上任100天的分數 各黨團給的成績都有提高 高雄市長陳其邁計劃推出六倍券 把錢留在高雄振興產業 雙人即將滿一年回顧過去施政 市民很有感 方方面面都做得不錯 很禁止 多做事少講話 高雄市的防疫政策 是比其他縣市要來得再嚴格一點 雙人期間碰上國內疫情爆發 每天開不完的會議 為了防疫還白了頭髮 但努力沒有白費 不只市民大戰防疫做得好 各黨團也幫陳其邁打分數 根據了解陳其邁上任滿週年 國民黨團 民進黨團以及武黨團 分別給他60分 99分和70分 其中藍營認為陳其邁施政認真 但領導有些躁進 不過還在及格範圍 各黨團分數與陳其邁剛上任滿100天相比 都明顯提高 可以感受到這一年來的高雄 是一個非常有活力的高雄 其實整個巡政團隊 不管在默契上 行政效率上都有顯著的進步 給予99分的高度肯定 差一分是希望陳其邁 未來可以越做越好 同黨議員的高評價 市長陳其邁停建了 承諾會對市民負責 我是高雄市長 我對高雄市的市民要負責 儘管分數只是參考 但市長努力市民權看在眼裡 尤其防疫更備受肯定 期待未來陳其邁市長能繼續帶著高雄勇往直前 介紹陳其邁正雲高雄 常常報導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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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